像這樣子對不對 像這樣對不對 然後我打開 就可以剝開就可以吃了 就可以 就是直接可以沾沙拉 就是跟新鮮的一樣的吃吧 可以吃沙拉筍 可以吃那個涼拌筍 可以炒清炒 我的好了 對你這一包好了 真心覺得我的比你漂亮 是 你看你的跑掉了 我的沒跑掉對不對 對 好 所以我們今天呢 那這個蔬食上法 我學會了 把這個真空包呢 先把竹筍做好 榮爺 為什麼我們還要另外做一個 已經剝完殼的竹筍 這個就是讓消費者可以 自然的就是 方便的適到剝好的竹筍 可能 不會剝竹筍 所以我們就把它做一個拔玉筍剝好 對耶 好像有些人真的 你要去剝竹筍是不容易的對不對 我們就會把它剝成現況這樣剝好 然後回去 不管沙拉 煮湯 滷 都可以直接這樣做 各位親愛的 這個更方便就對了 對這個更方便 那我們一樣的做法嗎 對一樣的做法 我們這個白玉筍就是裝大概四到五支 因為消費者現在裝太多 差一次打開沒辦法吃那麼多 所以我們就大概四支的量左右 讓它選擇性比較好 所以我就變成說 有些人要看到殼覺得新鮮的 就選剛剛我們做好這種對不對 那如果說有些人覺得 我嫌麻煩了 最好是像那個什麼零食啊 打開就可以吃 就先不用剝殼 就直接這樣吃 好榮爺 那請問這個放有沒有在有什麼龜毛方向 我會建議就是放四個 四個 就放 還是要頭尾相接喔 不用頭尾相接 就是要把它放整齊一點 擠在一起 擠在一起 好 放下去 好 各位 在等的時候換我來做一個好不好 四個嘛 對 四個 四根 我喜歡這一支 各位我對你比較好 我來拿大支的 哈哈 好 兩支 三支 四個 拍謝我都挑大的 好 四個 然後呢 你說把它放得比較集中一點 放集中一點就好 好了耶 這包 還沒 還沒 剛好灌飽器 封一聲是在灌氣 對 這個滿厲害的 我決定要讓它美一點 好 你講的嘛 頭跟尾 頭跟尾對不對 無論如何要想辦法比你漂亮 對 這樣子就可以了嗎 中間可以了 好 那你的好了 我的好了 我就拿起來 換我 對 我的這個包就這樣 你很漂亮 我現在不要拿你的 你先拿我的 好 換我好嗎 好 可以 你來試試看 我來看看 各位 我決定 欸 這樣子放 喔 這樣可以 如果我把它調整好 它就會在那個位置 對對對 對不對 不要去亂動它 這樣可以了 這樣可以了 好 這樣可以了 它就會自己整起 好 所以 一般來講 像這樣子 到底 講真的 這個 帶殼跟不帶殼 風味會不會有差 會有差一點點 可是不會差很多 真的 真的 這個是因為剝殼下去煮 所以它的殼的甜味會流失一點 可是這個 這個做起來就專門給炒 喜歡炒的爐的人使用 就像有些餐廳 他們直接就是 剝開來就可以直接炒 或者是炒 炒羹湯或什麼的 會比較好 喔 有羹 有羹會用這種對不對 對對對 欸 我的好了 你的好了 你的還你 好 我要自己拿 是 突然覺得有一種小成就感 有沒有 對 來 各位 你們自己評分好了 我們這兩代到底誰比較美麗 是 請 你還在那請評分 很可愛 榮爺 是 我們這個筍子接下來要怎麼吃 怎麼料理會比較好吃 或者有什麼特殊的料理方式咧 我們準備 蔬食上桌 蔬食好時尚生活最健康 蔬食上菜咧 有沒有各位是不是跟我一樣 都很期待這個時間 有吃的 又可以學會料理 然後又可以知道 我們從農場帶回來這些食物 還能夠有什麼樣的變化 一樣的 今天為大家介紹我們的主廚 凡主廚 凡定軒凡主廚 繼續凡你 好不好 那另外呢 今天為大家邀請到呢 是我們 巴黎榮爺黃金筍農場的 榮爺嗎 對 紅柏農 黃柏農 大家好 最重要的一件事 黃金筍農場今天帶來了什麼食材 讓我們的師傅出手 我們帶來我們巴黎的那個黃金筍 黃金筍 對 有機黃金筍 還有淡水的白菜 白菜 高麗菜 高麗菜 香菜 芹菜 這都是你們家的 對 我們家的 好 自己種的 就 這麼簡單的 這個就是我們要常見到啊 這個雖然是簡單 但是我們今天把大家設計成 一道非常不簡單的美食 這一道我們做成金層手工撐麵 撐麵 撐麵是什麼意思 撐麵待會大家看就知道 好啊 那我們就來開始做今天的第一道菜叫做金層手工撐麵 好 首先我們將這個中筋麵粉倒入 這個時候我們麵粉倒入之後 我們就撒入少許的鹽 鹽的話在麵粉中中筋麵粉裡面 它蛋白質的含量會會釋出 嗯嗯 這時候麵條做出來的話會更Q OK 麵攪好之後我們就做成麵片 由麵片來做成麵條 嗯嗯 好 開始 哦 只要攪完之後再把它揉起來 對 揉塊 揉成塊狀 哦哦 水不夠多嗎 麵條的話水越少它麵條越Q 哦哦 這好像人家都挖過這樣就對了 對 這是揉麵嘛 哦 麵 麵揉好之後 好 我們這時候給它醒一下 待會兒要做成像這樣子的 一片一片的 要浸泡在油裡面 這種麵條很奇怪 它必須浸泡在油裡面 現在開始切食材 這是你們家最好的那個 大白菜嘛 大白菜 我們今天用量不會說很多啦 嗯 對 就一碗麵的量 好 如果餐廳的話你想切漂亮一點 你就把它切漂亮一點的那個 紅蘿蔔的那種刀型 那這兩個是待會兒要煮的 青江菜 對 然後這個要炒的 這是香菇 對 我看到有木耳 對 木耳 木耳吃得很健康 也都是大大片的嘛 因為它是煮在麵條裡面 哦 都是用大片的 對 大片莊子這樣 重點 重點是 他們家這個筍子 我摸得很細耶 很嫩 對 很嫩 廚師 趕走 廚師都是這樣子 要不要一直吃 哪有你先吃的 好甜喔 你這個筍真的 怎麼那麼甜啊 有機筍 不簡單喔 有機筍 再來就是我們把這個麵團有沒有 醒完了 醒好之後 醒差不多10分鐘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你把它趕成 長的片狀 長的片狀 就這樣一片一片 對 長片之後 我們就要浸泡在油裡面囉 然後這個事前我先準備好了 浸多久 最少要半個小時 好 那現在我們開火 油 我們下個油 你喊停我就停 好 來 再來 再來 薑末爆香 再來 芹菜也一點點爆香 芹菜 對 好 芹菜 薑末 然後這個 這個是酸豆 這一道菜也有一點靈魂是它啦 因為 他們就是屬於 撐麵嘛 北京的口味 撐麵它要擺一點酸豆 是 然後我們現在就 把高湯倒入 要辣的嗎 蔥露它就是 如同這樣辣的 好 那水滾我們就可以開始擺麵了 麵夾就是 這樣子拉開 我們從中間撕開 拉長 對 就這樣子 再來那個 對 這還給你 好 可是這是有油耶 對 有油沒關係 所以拿起來的時候 必須把油齁 再一次做動作 先滴一下 先讓它 這樣子 立定 對 因為它是你這樣手工撐的 它有粗有細有沒有 它吃起來才就是 這個就是會Q嘛 這就叫手工啊 然後你看 我這樣煮下去之後 麵條是不是快熟了嗎 是 將所有食材倒入 調味料 有北京撐麵的這個胡麻醬 我們就把它放進去 放進去 胡麻醬 胡麻醬 對 胡麻醬放進去 照我給你們的配方 就能夠煮出很好吃 還有呢 鹽巴 胡椒粉 一點點 香菇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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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麵因為泡在油裡面 所以也不用再下什麼油 對不對 對 你看我剛剛只有一點點油 就可以爆香了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給它煮 煮 煮煮煮 麵條就可以了 這樣子就煮好了 看起來真的不像那個耶 對 北京撐麵 像自己在家裡做 很像賣的那種 手工的那種 那種 像那種什麼刀削 那種很像 對 口感是接近於刀削麵 然後香菜 他們家的香菜 就是他們家的 畫龍眼睛給它上去 這個我愛 可以多一點 再多一點這樣子 這麼喜歡吃這個 這好耶 好 宣哥 香菜芹菜我通通愛這樣 好 所以要兩根這樣子 然後這個時候咧 油條 我正曉得油條要幹嘛 油條就是稍微 吸附它的湯汁 擺在它上面 然後你吃起來會有一股清香味 千萬不要燙得太軟 因為油條就是要有 咕噴咕噴的脆脆的那個 你知道為什麼一起想動手 為什麼 因為我看它吸這樣 我就很想先吃它一口 然後這個時候最好吃對不對 OK 好啦 就這樣子 這麼簡單 做完了 我來幫你們吃好不好 來 好我們準備試吃了 不是準備馬上試吃了好不好 來 那個就自己動手了 不管了 我先 我先 麵條 挑這個筍最好吃 開玩笑 黃金筍黃金筍 他一直講他們這樣 你剛剛做到一半 就已經立刻給人家吃筍子了 你來講 我們做廚師都是這樣子 真的嗎 先嘗它的食材 太多了 先喝一口湯 香 這個湯它有一種 因為你是用胡麻嘛 對不對 然後有一個香味加上甜味 除了蔬菜的甜味之外呢 還有一種 它的甜味其實 真正的就是來自於 它那個黃金筍 是黃金筍喔 是黃金筍喔 因為我做那麼多年的廚師了 筍子 它那個筍子 嗯 不一樣 不一樣 龍爺值得臭屁喔 值得臭屁 各位為什麼呢 那個舌頭 摸到它的感覺 它是細的 完全不會像有筍子 有些會有一種 有毛細孔的感覺 它都沒有耶 我的麵是其次 主要是它的筍子 還有它的筍子 這樣我們不是就在吃這個 我沒想到只是這樣 揉一揉就這麼Q耶 嗯 今天為大家介紹這道 它叫什麼撐麵啊 金層 金層撐麵 金層手工撐麵對不對 然後重點在黃金筍 然後我們要繼續 來吃第二道菜 好的 舒適上菜第二道菜 來我們榮爺 是 那這道菜你幫我們帶來 你們農場的菜是多少些 山泉水種的高麗菜 還有我們這個 有梗的這個 芹菜是吧 不是 是香菜 蛤 香菜 我跟你講這個我嚇死 這麼長的香菜 喂 這個真的是香菜耶 我剛才還以為是芹菜 應該沒有看過這麼長的梗 你知道嗎 好師傅 我們今天的第二道菜是 你要做什麼 這道菜就是食酥香煎餅 做成煎餅 簡單在家裡很方便 好我們開始好不好 我們就把它的蔬菜稍微切一下 也不用切太細 不用碎 對 這個是它的香菜 香菜 香菜梗其實喔 市面上要找那麼長的香菜梗 還不好找 真的不容易 如果找到的話 你就可以做什麼 很多種菜是 涼拌菜也可以用香菜梗去涼拌 好那才好 這已經很像那個芹菜的梗 裡面擺一點菇菌類 好 蘿蔔 切小碎還是片 一樣啊 切小碎丁 全部都切一樣的 那我現在再跟大家再說一個 再來 訣竅中的訣竅 因為食酥的話 原則上 就跟煮高湯一樣 你高湯就是你想擺什麼都可以 代替煮高湯的食材下去煮高湯 然後煮高湯跟煎食酥餅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說不要染出顏色的東西 倒色會把顏色吐出來 對 像你煮高湯 你也不希望那個高湯煮出紅紅的啊 或綠綠的啊 了解 這樣子然後再來咧 花生 花生米 疊下去啦 不要有墨啦 還是有花生米喔 沒墨的 然後咧 這一些 就是照我給大家的配方表一樣 麵粉啊 地瓜粉啊 然後 然後 調味料啊 拌了嗎 這聽說是 某個很厲害的幫我們擺的 通通下去沒關係 然後海苔再把它放進去 對海苔啊 真煎香味 開始擺 喔 有軒哥幫我擺的 欸好啦 軒哥 等一下 如果初學者的話 你想要粉多一點更好 你比較好煎 喔了解 鍋子熱了 要接熟好了 把一點油下去 我啦我啦 我們接熟 油要多少呢 油喔 油就適量就可以了 所以你剛剛準備的量 差不多就正好一塊餅 對一塊餅 然後現在就是把它稍微塑形一下 塑成比較遠一點 比較好看 了解 就是在煎的過程當中 就是只是讓裡面的麵糊熟了就可以了 然後 所有的蔬菜 它因為麵糊熟了 蔬菜也就熟了 所以你們只要看 麵糊透明了 沒有這個麵糊的顏色它就是熟了 看一下 兩面煎成金黃 就OK了 OK了 開玩笑 再切開就不好看了 對說也是 嘿 煎好了耶 好我們準備來試吃 不是只有試吃 我幫你們吃好不好 吃吃看 你家的蔬菜煎成的 餅 食酥煎餅 香煎餅 嗯 還有紫菜 海苔的香味 會 最大的不一樣就是說 全部是蔬菜 雖然它是煎出來 可是不會有那種 乾 澀的感覺 你知道嗎 而且也會油膩 嗯 嗯 不覺得那麼油 因為它這個蔬菜好 嗯 還是它這個蔬菜好 你說它有吸附掉的感覺 它這個蔬菜真的好 好到說 你在煎的過程當中 它也容易熟 我們師傅這樣子調配之後 你會發現喔 那個蔬菜 的甜味通通沒跑掉 又被旁邊的這些配料吸住 好吃啊 各位 如果你也想要每個禮拜天 早上十點鐘 都跟我們一起 學好吃的 吃好吃的 然後又可以回家自己做的話 不要忘記囉 每個禮拜天早上十點鐘 跟我們一起 蔬食好食上 生活最健康 什麼 我們一起吃 要是 我覺得 都會做的 我可以做的 而是 那是 讓我做的 我可以做的 你把我做的 你把我做的 我做的 你把我做的 那是 你把我做的 优秀身材 积极社会公义为职制 二十多年来 借由各项法务 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恶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敌苦得乐 这是慈悲智业的 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第一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智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939-9319 传真03-989-8787 03-989-8787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南投分会 静安府慈善会 共同举办观音祈福法会 供送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敬劳活动 社区长者关怀 爱心素食餐盒发放 日期10月22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开始 恭请战山法式主法 法会地点 草屯镇静安府 南投县草屯镇 东美街64号 下旬电话 南投分会 049-256-1321 049-256-1321 草屯分会 049-231-5999 049-231-5999 静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灾法义 共募佛恩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 2023年正式开启 药师祈福灯 欢迎台南地区 大德为重病者 点一盏药师灯 尽请清零分会登记 不受理电话网络报名 联络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345号 连事可以说是在佛教 在藏地 最重要的 最无可 抵律的 无可替代的这样的一个奠基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想象一下 1000年前的土博 那时候的藏人 不仅信奉的是 那些有点像 类似于原著 民事的这种宗教 民事的这种宗教 而且呢 整个藏族人可以说是 比较野蛮 和原始的 因为不管怎么说 藏人基本上那时候属于 游牧民族 或者说是部落民族 所以呢 藏人本来 其实是 比较 好斗的这样的一个民族 那如果想要调服 这些不太有文化 不太受过教育的人民 仅凭着尊尊教导 循循善诱 是很难达到效果的 要不是连世用各种办法 各种法术 各种神通的 这些藏族人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被调服 更别说是他们去相信 甚至去修行 这么一种 就是这么一种 一心向善 体倡菩萨心肠的这种 非常调柔的宗教心 所以说呢 这个连世呢 对于藏传佛教而言 绝对是无可逼 无可替代的重要 是真正的奠基人 可以说是没有连世 可能就没有藏传佛教 总之呢 这一路上 连世通过各种方式 最后他们就抵达了 赤松这阵 当时正在下榻的这个宫殿 那见到藏伯呢 就像见到皇帝一样 一定必须要行礼嘛 所以呢 在接见藏伯之前呢 就有大臣过来跟连世说 接见藏伯的时候 你要一定要行礼 那连世一听呢 就回答说 我的礼呢 他受不起 不信你们就看看吧 于是呢 连世就对着前面的一个大石头 行了一个礼 咔嚓一响 这个大石头就马上就裂成了两半 大臣们的这个健壮啊 惶恐万分 马上就说 那就那就不用对着赞布行礼了 但是呢 为了表示礼貌 至少要对着这个赞布的衣服行礼了 看来呢 这些大神也是挺坚持着礼仪礼书的啊 于是呢 他们叫人把赞布的这个衣服拿过来 展开在这个连世面前 连世对着这个衣服 一行礼刷一下 衣服顺时间被稍微回击 众人一看 全部就进来 所以呢 最后的情况就是 连世进到赞布的时候 就变成了赤松德镇 向连世进 大概就在那个时候啊 赤松德镇已经命人 在现在的这个三叶寺附近 按照这个唐朝寺院的样式 新建了一座寺院 但是呢 还没有开光 于是呢 赤松德镇就请连世为这座寺院开光 开光的那天呢 赤松德镇和几位宰相 并没有参加这个开光大碟 只是一些官员到了现场 那连世是怎么举办的这个开光大碟呢 我们想象一下啊 当时在座的有很多官员民众 总之有好多好多人 这些人亲眼看到 一尊一尊的这个佛像 就像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样 迈着步子 走到了这开光大碟的宴席上 众人呢 仔细一瞧 这些佛像长得 就像新建的那个寺院里面的佛像 一模一样 他们就觉得应该就是那些佛像 只是好像突然之间 都活过来 就变成活生生的人了 一个个步入这个开光的这个法会现场 然后呢 所有人又亲眼看到这连世呢 自己在那边端着供品 亲自来供养那些一尊一尊的 会动的这些佛像 而且呢 那些佛像呢 也真的全部接过来 在那边吃 而且呢 当时在会场里面 那些供的香啊 灯啊 都不需要人来点 自己就全部亮起 当时还有很多的乐器 虽然并没有人弹奏 他们自己就那边开始演奏 还有呢 比如说包括这个寺院里面的大钟 虽然没有人敲 但是自己在那边想 而且呢 当时在这个会场外面啊 立着五个大金帆 一下子呢 就变成了五百 另外呢 另外呢 最神奇的事情就是 当时在宴会上啊 一个盘子里面 明明只放了手里一把 这么多的就是葡萄干 可是不管怎么大家轮流吃 这些葡萄干呢 一点都不会变成 总而言之 不可思议的事情太多 所以当时在场的这些 所有人呢 就是瞠目结舌 完全难以执行 所以呢 很多人就觉得 这根本就不可能 完全不能相信 于是呢 就当时有一伙人了 因为天黑了嘛 所以就他们就拿着这个火把 跑到这新建的寺院的大殿里面 去看看什么情况 结果呢 发现大殿里面就空空如也 所有的这个佛像都不贴 有的人以为是天太黑了 或者说眼花了 看不清楚 就拿着那火把 应该放着佛像的 佛像的那些地方 晃来晃去 因为如果有佛像的话 至少会碰到 但是呢 还是什么都没有 总之呢 一伙人就是 就是 就是 折腾来 折腾去 各种签认 各种宴场 最后呢 他们终于相信 自己看到的都是真 都是实实在在 发生在 眼前的事情 这时候他们才相信啊 这时候他们才相信啊 不管怎么说 啊 趴着门缝啊 里面就往里面瞧 发现那些佛像 又都回来 就好像 昨天晚上什么都没有发生 都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总之呢 连世就是用各种 别人想不到的 新奇的 而且很有趣的方式 一边呢 就降服着那些鬼神 一边呢 就举办法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